大家好,歡迎回到NHK廣東話軍事頻道的節目 軍武器然的軍武動物園 我是你們的節目支持人Thomas 眨眼我們軍武動物園都到了第四集 之前我們都陸續續講過不同的十別生肖和不是十別生肖的動物 先回顧一下,我們有老鼠貓、做牛做馬、紅和象 這次我們回到十二生肖片本 這次就講哪兩隻動物呢? 雞犬升天,講一下雞和狗,好嗎? 好,那我們就進去蒸題了 因為今天這兩隻動物比較流行的 尤其是狗 因為我做這個資料搜集的時候 就發現狗在人類戰爭史裡面 都佔了一個很重的比例 市的資料也很多 不過我也剪裁了幾個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那狗呢 大家故知人知道是人類最忠誠的朋友 最遠可以追溯到四千六百年前 已經有古希臘人用在戰爭裡面 在更早的歷史之前也有大量使用狗 因為已經純化了,當然不在戰爭那裡 中世紀英格蘭人也曾經用過英國奧犬 或者大丹犬在戰場上 對付一些體型比較大的馬匹 突襲馬背上的騎士 先用狗去令到敵人失能或者傷殘 然後後面的主人就會被對方致命一擊 那西班牙人在征服 在登陸這個拉丁美洲的時候 都用過英國奧犬去壓制加勒比地區 墨西哥和秘魯土住的 太遠古了,說近期一點 第一次大規模有系統的應用軍犬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當中德國就用了三萬隻軍犬 去到二戰的時候更加成熟 軍犬的應用更加廣泛 譬如蘇聯紅軍設有很專業化的軍犬 軍犬伏列學校 培養了一批反坦克犬 探雷犬 警衛犬 急救犬 一共有六萬多隻 譬如說回反坦克犬 他在狗的背部會綁著爆炸品 有遙控裝置 就像狗肉炸彈 愛護動物協會就不要找我了 狗肉炸彈不是吃那些 實施恐怖襲擊 好像第一集我們介紹過的老鼠會找地雷 其實當時在以前的時候 各國的軍隊都會用狗來檢測地雷 譬如忽練過的狗可以發現到地雷的引線 還有地雷之外的其他鬼雷都可以找到出來 當然狗也可以被徵召 用在哨兵或者是找出一些狙擊手 或是隱藏的敵軍 那除此之外 狗也都在軍隊裡面都可以當作一個順猜 那真的好勢好勇 那最著名的軍犬 可能莫過於這個德國狼狗 證明 德國狼狗是二戰的時候英軍他們給的名字 那他應該叫做德國牧羊犬 那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那德軍就徵召了很多這些 德國牧羊犬 訓練成軍犬 那他在軍隊 就是德國牧羊 在軍隊裡面工作能力 令人刮目相看 那現在身入民心的 那除此之外呢 軍犬的首要任務 就是說他們做些什麼 還有 有些什麼適合做一個軍犬 那其實他們軍犬的首要任務 就是軍事 達至軍事的命令 還有服從主任 不同的新的主任 因為有時候呢 忽練軍犬的那個 士兵或長官 真的派一隻軍犬 去領導去達成任務 是兩個不同的人的 所以軍犬有特質呢 就是可以服從新主任的命令 那至於 空不空猛呢 都還是其次 也都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呢 其實那些軍犬 派了下去 那個部隊執行任務的時候呢 拿槍啊 或者拿武器 都應該是士兵來的 士官來的 那至於擊殺任務呢 都應該由他們去決定 做不做 還有發揮的 就不是靠軍犬 去達至最終的目標 那如果是部隊 想要活足一些 山琴一些人 或者山琴的目標呢 那軍犬也可以達成任務的 那所以呢 他應該會聽指揮員的命令 叫他停就停了 不可以繼續 咬死對方啊 或者什麼 好 那麼呢 我們又說回 相對應回 之前呢 我們就說過 紅戰士倭鐵 其實呢 就是 軍犬界 都有類似的人物的 那在美軍史上呢 有最強的軍犬 那麼他曾經 立功立過17次 也都被美國總統呢 接見過的 那麼最高呢 就授予了這個 六軍中士的軍俠 哇 這個真是 霸佩了 那麼他哪個呢 就是 Stubby 那麼他的名字叫做 斯達比 那麼是呢 美軍史上最強的軍犬 第一次世界大戰呢 就是呂立戰功 那麼他呢 原本是一隻 流浪狗來的 那麼 而搖身一變 變了美國英雄 那麼成為了 一戰之中 授予中士 軍銜的狗 那麼也都 載入史冊的 那麼也都被 總統接見 可以說一個 充滿傳奇的 英雄狗 好了 那名流青史 那麼說一下他的故事先 那麼是呢 1916年的夏天 那麼有一隻 流浪狗 就在耶魯大學 的棒球場上面 周圍走 那麼剛剛好呢 就遇到一班 在當時就是 美國的陸軍大兵 在佛練的G.I.Joe 那麼呢 其中有一個呢 二等兵 叫做羅伯達 康勒 當時呢 留意到這隻狗的 那麼他覺得呢 這隻狗呢 就好像自己 小時候養的一隻 比特鬥牛犬 那樣 於是呢 就收留了他 也都給了一個名字 叫做 斯達比 那麼呢 斯達比收養了之後呢 就展現了他的天婦了 那麼他很快都適應了 軍類的生活 那麼在軍營裡面呢 就學學 就是學會了怎樣聽懂 不同的軍事指令 那麼理解一些戰術動作的 那麼 妹妹在 半夜緊急召集的時候呢 他就已經知道要趴下 那麼跟著 那些大兵哥呢 一起呢 爬爬向前面 那麼很快呢 也都學會了立正啊 首飾啊 還有聽這個長官的 叫敬禮啦 那麼他會伸出去前爪的 那麼 很可愛啊 那麼 那麼 輾轉呢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第三年了 那就是1917年 那麼呢 美國也參戰的 那麼 史達比呢 那麼無端端就參軍了 那麼由一個 剛剛說是流浪狗啦 變成了寵物 然後寵物呢 又搖身一邊呢 就要赤膊上陣的軍犬喔 那麼 那麼無論在狗界啦 或者是動物界那裡呢 都是一個傳奇來的 那麼 那麼 但是呢 沒有人是天生一個戰士嘛 那麼他剛剛上 真的上戰場的時候呢 就是實戰的時候 那麼 那些炮火星的鎮耳肉龍 嚇到他呢 烏烏地叫了 那很害怕 那但是呢 最終他克服了 那麼他的表現呢 都會令人震驚的 那譬如 剛上戰場啦 那麼 那麼 史達比呢 就被一戰的時候呢 防範應用的戒指毒氣呢 也都分到暈了的 那麼 那麼你看到我 第一 剛剛 封面那裡呢 有一隻狗呢 就戴著防毒面罩呢 就是他啦 那麼 那自此之後呢 只要在空氣中呢 他聞到一些 就是異味啦 有毒的 毒氣的異味呢 那麼他會大叫的 那麼他 救了很多同徒的性命啦 那麼 而且 貓有狗條命 啊 史達比他都不還波讓喔 那麼他也都曾被呢 地雷炸到飛起的 那麼 但是都 命大啦 撿回條命仔 也沒有 沒有嚴重的受傷 那麼呢 後來部隊就發現了他 他原來有踩地雷的天賦喔 那麼 那麼 他又搖身一邊 又變了一個 蘇雷兵喔 那麼呢 他還是比 人家呢 即是比人 更加早能聽到 那些飛彈飛的飛過來聲音 可能的狗那些聽覺比較敏銳啦 那麼他又變成了一個 警界的哨兵喔 那只要說史達比一轉頭呢 整隊 整隊 他的同袍 立刻趴下 找地方躲 那麼 那麼有一次呢 啊 史達比呢 就半夜走去樹林那裡 啊 小解啦 那結果 欸 竟然就被他撞成一個 國士兵喔 那麼呢 幾次的 啊 史達比呢 就是我都 我都 我都暈呢 那麼他進去戰場上面 找東西吃啦 那又被他找到幾個受傷的美軍喔 那又 就是 幫他帶了回家啦 那 那 就是 立下了不少的戰功啦 那麼他也經歷了17場的戰役啦 四次的進攻 那麼呢 阿史達比呢 就是受了17次分的 那麼他跟他的主人 阿羅伯特呢 一起呢 那麼 就是 生歐歐地 可以回到美國的家鄉了 那麼呢 他呢 回到去呢 也是 易錦環鄉啦 那麼在美國史上呢 第一隻 被受分的軍犬來的 那麼他呢 就 升到 剛剛說的 升到 去 毒軍的中士啦 受到 英雄式的禮遇啦 那麼呢 也都 接受了 總統的 接見啦 那麼 1926年4月4日呢 呢 斯達比又遇世長遲啦 那麼 享年十歲啦 那麼 斯達比雖然走了啦 那麼 但是呢 這位中士的英勇時跡呢 永遠留在大家心中的 那麼呢 我們呢 也都 又去到他的延伸毒物啦 那麼 那麼 有一本書 就叫 Stubby the War Dog The True Story of World War One Batheless Dog 那麼呢 就是 Aan Busam 寫的 那麼大家有興趣可以去Amazon那裡 那裡 買來看看啦 都蠻有趣的 那麼其實 斯達比呢 Stubby呢 那他的真人真事 真狗真事呢 也都上過大螢幕的 那就 不過是 被人畫了去卡通啦 那都蠻有趣的 好啦 那麼呢 講完啊Stubby呢 那我講講其他啦 其他的狗 就是 軍犬的消息啦 那麼呢 在2020年呢 9月呢 那美國陸軍對外呢 就展示了 這個 軍犬設計的 AR眼罩啊 就是增強實景的眼罩 那麼 那些軍犬呢 都能夠透過這個 穿戴式的裝置呢 接受指揮 執行任務的 大家看一下 這張照片 又帶了 這隻狗狗呢 就戴了AR眼罩之後呢 他不是玩遊戲喔 那他呢 真是 執行他的任務的 那一般情況之下呢 軍犬呢 要執行一些前 前線的偵察任務呢 譬如去搜查一些爆炸品啊 或者潛在的危險呢 那旁邊呢 都要有個 令犬員跟著的 那他們聽令犬員的指揮 或者指示先去做的 那而這個 專為這個軍犬設計的AR頭罩呢 眼罩啦 那就可以令到操作員可以遠距離 指揮這隻軍犬 安全地達成這個任務的 那可以想像成一些 想像成一些叫無人領犬 無人領犬員啦 人家叫無人機 那現在有一個無人領犬員啦 就去remote這樣去指揮軍犬啦 那這個美國陸軍研究實驗室呢 US Army Research Laboratory呢 就和一間叫做 Command Sight的公司呢 就合作研究了這個AR頭罩的 那在未來呢 會廣泛應用 那按照現在的操作模式呢 那就士兵和這個軍犬呢 共同佛練任務啦 那士兵都會用手勢啊 動作和聲音或者是雷射筆啦 去指揮軍犬的 那這些上述所說的一切的 informations啦 都會在AR的眼罩那裡顯示出來的 那就變成了領犬員就不需要 好在前線啦 那就可以避開一些實質上 或者潛在的危險啦 好 那我們呢 就繼續下去啦 下一則新聞啦 下一則新聞呢 就講到雞啦 那狗講完啦 講雞啦 其實雞那裡呢 他就 真是 真是講 雞在軍事上的應用呢 其實都有的 大家可能會有些驚喜 那譬如啦 那在西班牙內戰期間 那國民軍呢 飛行員呢 那將一些二歲的補給品 都會綁在這些活生生的火雞術身上 那這樣呢 就丟出去 那他們就 那些火雞就要拍翼的 那這樣 在落地的時候 這個是自然反映啦 那他變成很安全的這樣 這樣把那些補給品 或者二歲的補給品 就降落到去 想去的地方 那這樣呢 就給 陣地裡面的士兵呢 就可以接收來用的 那 那除此之外呢 他們都可以拿來吃啦 那他有一個 戰役呢 就是圍攻 有一幫 有一幫人呢 就圍攻著一個收道院的 叫Santi Maria de la Cabisa 一個收道院 是西班牙的 那他們都用這個方法呢 就去解困 去幫他們 那另外呢 加於呢 在海灣戰爭 海灣戰爭裡面呢 都用來 測試毒氣的 那有一場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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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科威特 特戰雞啦 那呢 真是顧名思義 叫做KFC啦 看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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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美國軍中裡面的 news 那就是 Created Filled Chicken 那 那 美國海軍陸戰隊 就指定了 雞去擔當一個化學 裝置的確認家禽 的角色 那 就 以上呢 就去 派出了40隻 雞去了 科威特 不過呢 就在第一個禮拜 已經死了41隻了 所以這個計劃呢 就匆匆地結束了的 就不能吃KFC 好 那 我輕輕地說了 雞的應用 不過呢 我想轉一轉話題 那 不要說得那麼嚴重 說得輕鬆一點 那我踩過界 是Cross over Larry Hink 和Ellen Hink 他們的軍事飲食節目 那些 那些題材 那關於 Cocktail 的 雞尾酒 那這個呢 代表了 酒水混合的酒精飲品的名詞 那究竟 起源於何時呢 那 是很有趣的 那他的 眾說紛紜 起源 那最有趣的一個說法呢 就說在以前 鬥雞的年代呢 那 向一隻 就是贏了的公雞 那去尾呢 是最多羽毛的 那就會舉 舉杯慶祝 類似一種捉酒的形式 那另外一個說法呢 就說 這個Cross over 是起源於英國的 那曾經呢 就一道是保持 為了保持這個 就是戰鬥紅雞的狀態 的一種烈酒 那叫做Cross over 但是呢 最多人 信服的呢 就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故事的 就是呢 在美國獨立戰爭的時候 1775年到1783年 那段期間 那Cross over 這個名詞呢 就出現了 那在美國 紐約州的 Wentchester 的一個縣 有一間小酒館 那這間小酒館 除了賣酒 也是好像可以開始做旅館的 類似B&B那樣 那生意都不錯的 那有一天呢 這個 這間店裡面 那些酒都快要賣完的了 那都快打仰了 但是酒已經賣完了 那有一班呢 軍官呢 就衝進去 就吵著說要喝酒了 那在酒館裡面 那裡面有一個很聰明的女士英 那她的名字叫做貝特西的 那靈姬一觸呢 就把賣剩的酒呢 就倒了在一個大容器裡面 大缸裡面 那隨手呢 就在一隻大公雞的味道那裡 拔了一條魚毛 那在這個缸裡面 攪拌它 攪拌它 最主要都是 那然後呢 就倒進去杯裡 拿出去給客人喝了 那那些 其實已經半醉那些軍官了 因為好像之前呢 在第二間酒館那裡已經喝完了 然後喝第二回合 第三回合 那那些軍官看到這樣的酒 那些顏色又怪怪的 但是喝了之後呢 聞一下呢 又不知道是什麼味來的 但是都不錯的 應該都 那就是說不出什麼酒 那可以問了 那阿布特西呢 就隨口一隨口就回答他 這些叫做雞味酒 那樣 那一剛才是拿著雞尾去搖雲 去搖雲 就是去搖雲那些酒 那有一個參加殖民地 的聯軍的法國軍官呢 就聽到這個名字呢 就覺得這個名字很妙啊 那他說大叫聲雞尾酒萬歲 那這個自此呢 就是雞尾酒就流傳了出來 好了那今天呢 我們講這個雞尾聲天就講到這裡了 那呢 就這樣下一集了 預告一點點 下一集呢 我就想跳脫一點 不再講十二生肖的動物先 那就講一下 回應有些網友 就想聽一下 關於海上生物喔 尤其是海上的動物 海裡面的捕魚類動物 怎樣應用 怎樣應用 或者怎樣參與 不同的戰爭啊 或者是軍事的活動 裡面的故事咯 那呢 那大家就切留意 我們第五集了 好 那我稍後呢 現在都要講一講 幾句 大家記得呢 看我們的廣告啦 訂閱Youtube頻道 也可以訂閱我們PageOn頻道 此外呢 課金有三個渠道的 包括恆新行 Payme 和轉數快 那多多益善少少無拘 另外 請大家給多些like share和comment 那下次見啦 拜拜 請大家 請防地 植連 我 請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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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